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走走在前面 俩女儿拉着行李箱紧随妈妈身后 爱玛和妹妹一起拉着行李箱同行 期间还不时热聊不停 可见姐妹俩感情真的超好 两个人一起拉了一小段路后 妹妹主动跟姐姐说要自己拉行李箱 小小年纪就知道主动帮忙 妹妹真的好体贴呀 爱玛头戴镂空针织帽 身穿白色上衣搭配粉色工装裤 一身打扮甜美不失时髦 今年十五岁的她长高不少 一双大长腿十分抢劲 看起来感觉比妈妈马衣力还要高了 妹妹挨幽位扎着马尾 戴着粉色棒球帽 身穿粉色T恤和长裤 还背着一个粉色的包包 全身同色系可以看出她真的很喜欢粉色 十岁的她也长得很高 已经到了姐姐耳朵的位置 并拥有跟姐姐同款的大长腿 虽然姐妹俩都被帽子遮住了半张脸 但也能明心看出爱玛更像爸爸文章多些 而妹妹挨幽位则更像妈妈马依丽 五光和表情简直就像是复制粘贴一样相似 自从去年爱玛注册了个人社交平台后 就不时在上面分享生活以及家人的照片 并公开了妹妹的正脸 从照片可以看出母女三人的日常非常温馨惊异 接下来说 马依丽能红全靠运气 别质疑琼瑶的眼光 当年她一头长发又美又灵 十七年前 一部《奋斗》引爆市场 另一众主演人气飙升 剧中马依丽一头短发 各种背心吊带 塑造了一个时尚 另类 有主见的都市女孩形象 从此短发的马依丽在观众心中扎下了根 十七年后 佟大为 马依丽再次合作 携手出演了悬疑网剧《错位》 佟大为不再是由两个父亲保驾护航 被两个女人爱得死去活来的富二代陆涛 摇身一变成了自私自利 骇人性命的 伪君子 顾几名 而马依丽正好是抓捕她的女警 剧情缓缓紧扣 全员演员在线 剧方为大肆宣传 剧粉们自发奔走相告 最为惊艳的 依旧是马依丽 她饰演一个生活一团糟的女警察 全程素颜出镜 连唇膏都没涂 头发也没有做造型 就是生活中很常见的普通短发 发尾还翘了一措 后期也没有加美颜滤镜 入目 她皮肤辣黄 眼带明显 看起来就像一个疲于生活和工作奔波的憔悴中年妇女 有人力赞她内核强大 才敢为是粉袋贴合人物 演出普通女警很生活化的状态 但也有人鸡蛋里挑骨头 说她老了 说她不漂亮 甚至说她能红全靠运气 说马依丽不美的人 一定是没有看过她年轻时的作品的人 琼瑶是出了名的严控 能被琼瑶挑中演主角的女演员 无一例外 都是耐看的大美女 曾在《还珠三》里挑大梁演了紫薇格格的马依丽 自然也不例外 前段时间网上流出过一组马依丽18岁时拍摄的照片 那时候来自舞蹈队的她已经有触电经历了 童年就考入上戏 一头飘飘长发 胶原蛋白最充盈的时期 脸圆嘟嘟的 奶乎乎的 细看她的五官 其实很出彩 她曾说过 16岁之前她是单眼皮 16岁时突然就霜了 一双电眼增强了五官的立体度 面部一枝花 全靠鼻当家 她的鼻子又高又挺 鼻头鼻翼比例适中 让面部更加柔和 在无美颜无滤镜的年代 也能看出她的皮肤很好 肤白 高挑战了两样 在生活中就很出众了 她的五官最出彩的 当属她的一双 笑眼 宽度适中的双眼皮 眼睛不算大 但明亮有神 笑起来眼睛弯弯像月牙 配上她纯天然的小虎牙 特别灵动 特别有感染力 让人如暮春风 看起来就是一个 没有心机的小姑娘 让人感觉很舒服 在考辞牙盛行的年代 马依丽是少有的保持了 自己原生牙齿的女明星 短发 笑眼 也成了她的一大招牌 她的气质很干净 长相很耐看 属于单看不算出众 跟大美女同框从来不输的类型 读《大二》出演偶像剧 真空爱情记录里的女二号夏文心 合作的是她的同学陈龙 宝建峰 短短的头发 朝气蓬勃 一看就是元气满满的少女 毕业后她演了不少合资剧 合作的是圈子出了名的美女 像《儿女英雄传》里 她与贾静文 曹颖 黄毅同台敬艳 四人年龄相仿 都是如花一样的美人 贾静文美得太出众 一双圆溜溜的信眼固盼生辉 美得让人挪不开眼 乍一看 马依丽被衬托得黯然失色 五官比较寡淡 但多看几眼会发现 她的美是值得细细品味的 像一杯绿茶 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回味无穷 环珠 有两版朱玉在前 她在续集出演紫薇 自然少不了被比较 很多人不敢说 她塑造的紫薇 其实也很漂亮 她最成功的点在于 她没有刻意模仿林心如的表演 而是以个人见解 诠释了维母则刚版的紫薇 知书达理 温婉善良 续集造型不怎么好看 哪怕是黄毅那种大美女 也被齐头压了三分颜值 马伊丽的齐头造型同样不甚出彩 不过缅甸的造型 却最大化地展露了她的气质 各种小辫子增添了几分俏皮 头上的饰品也唯美增色 让她看起来婉约大气 环珠 美人如云 是琼瑶从各种城市网楼过来的 一批最有辨识度的美女 马伊丽身高没有优势 美貌却没有被比下去 年轻时的马伊丽 带着浓浓的书卷器 电影《聊斋习方评》里的她 一颦一笑皆明媚动人 同里还有《铁齿铜牙记小兰序》里的 颜如玉 后来大家只记得 原力扮演的那个活泼跳脱的杜小月 不记得戏份不多 跟原力同框 也丝毫不输的颜如玉 现在回看 颜如玉人如其名 颜值 一态吊打了现在很多当红小花 现代剧里 她的五官舒展大气 体量感很足 第一次看七日 被她惊艳 心想怎么会有这么纯这么美的女孩子 随着年龄增长 她的骨香优势开始突出 正面看脸部线条流畅 侧眼眼鼻高低起伏 立体不扁平 不管是吐气的麻花辫子 还是蓬松的黑肠植 她都能轻松驾驭 几乎没有死角 回看她过往作品 二三十岁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长发 来回穿梭在古装 现代剧之中 偶尔也会尝试一把民国剧 旗袍加深 摇曳生姿 大概是从夏琳之后 她就锁死了短发 后来出演 青春期壮上更年期 双城生活步步都是女一号 步步都是短发 齐耳式的 狗啃式的 各式各样的短 或许她很适合短发 看惯了她干练利落的短发 会觉得她长发很违和 但短发看久了 难免让人审美疲劳 加之她跟她的老乡孙丽一样 是一品堪忧 红毯上的造型 常常让人眼前一黑又一黑 上一秒刚有一个 看得顺眼的造型 下一秒就能让人质疑 她没有专业的造型师 五颜六色的单品 全往身上招呼 让人一时不懂 到底是审美落后 还是超前 也正因为如此 在盘点大美女的时候 很少有人带她玩 甚至论保养也是 70后的女明星 被夸保养得好的 尝试李小冉 于飞红 樱桃等 几乎没有人提马伊丽 可她其实也铸言有数 前两个月出席红毯 抛开造型 礼服不谈 她的脸真的没有什么 岁月的痕迹 烧上点桩就明艳动人 不敢相信是再过几年 就可以拿退休金的女人 皮肉仅是贴骨 没有医美痕迹 脸和身材 与年轻时无二 反添一份岁月馈赠的成熟韵味 她是上海人 特别适合本色出演 一旦说上海腔调人 都格外美出一个高度 大概就是所谓的护女气质吧 我的前半生里的罗子君如此 繁花里的灵子也是 尤其是灵子 在王家卫的镜头下 她好像也就是三十来岁的样子 八面玲珑 珠光宝气 气场满满 有颜值 有演技 有作品 花期还特别长 她能火真的不是靠运气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